准备征战奥运的罗嘉玲 穿着蓝色护具抓紧时间充分练习 过去殷伤长期休养 已经八个月没参加比赛 就是剩下一百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还组着一个拐杖 但是就是有跟医生 然后还有物理治导师配合 开始有比较正常的回复训练 那就是强度的话也有在慢慢的拉高 然后就是以脚伤主要不要再疼痛 然后下去做训练 罗嘉玲去年参加13个国际赛事 包含杭州亚运 但因为疲劳性骨折只能先休养 眼看奥运进入倒数 为了调整状态 教练将进行模拟赛 预计说看可不可以在七月中的时候 看他的状况办一个奥运模拟赛 就是由在中心这边 然后就是按照时差 然后他的对战 因为他都没有对练 其实也不好 也不行 如果说真的半年都没有打 直接就上奥运打 罗嘉玲出身 跆拳道是家 爸爸跟哥哥都是跆拳道好手 这次奥运备战 特别请家人南下 让嘉玲更安心 教练是希望说 我可以下来帮忙他 在最后面这一段期间训练 遇到瓶颈的时候 给他精神上的资助 我现在怕的是他伤势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电两次电三次 就是变成怕攻击会更保守 因为可能会痛 所以说我觉得他心理的方面 我们会比较要去注意跟克制 养伤期间饮食没控制 体重飙升不少 为了回到安全范围 每餐食物先过棒 没训练也得进食 台湾队选手只有罗嘉玲一人 压力沉重 但他用乐观开朗面对 期待奥运 传出假营 三连新闻王称卫生外高雄 采访报道 有点诗 我们下来 诗 ," 不